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4月20号,马斯克的星际飞船在发射几分钟后就被炸毁 这是伊隆·马斯克执行升空任务的飞行器首次试飞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星际飞船的一些秘密 此外,我们将谈一个敏感话题 就是多猫尼投票系统以7.875亿美元与福克斯达成和解 其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我们先说马斯克的星际飞船 星际飞船是由SpaceX建造,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火箭 马斯克希望星际飞船在未来几十年内 让星际旅行成为现实 包括载人飞往火星并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按照原计划,这次星际飞船在最佳情况下 将飞行约90分钟 对火箭的分离系统、发动机点火和降落进行评估 然后降落在太平洋上 美国东部时间4月20号上午9点33分 SpaceX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伯卡奇卡地区的一个发射台上 发射了这枚火箭 然而,发射后不久 助推器有三个引擎失灵 在另一个时刻 图表显示有五个引擎不工作 但飞行器继续上升 速度一度超过每小时1300英里 约每小时2000公里 然后,火箭开始飞行到适合的位置 以便飞行器可以尝试与巨大助推器分离 但是,它没有按计划分离 而是开始了死亡旋转 此发射后大约4分钟 火箭开始失去高度并开始下降 这时,SpaceX启动了飞行中止系统 自我炸毁了火箭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 截止到星期四下午 没有人员伤亡或公共财产损失的报告 航空管理局的一位发言人说 将对试飞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进行调查 与其他涉及太空飞行器的事故类似 在航天管理局确定事故的原因 不会影响公共安全之前 SpaceX将不会被允许 再次尝试星际飞船的飞行 对于是非失败 马斯克说 只要不再发射台爆炸 就算成功 他在星期天曾经说 这枚火箭失败的可能性 有100万种 要想成功 就要离发射台足够远 而不把它炸毁 在发射后不久 马斯克发推说 SpaceX从这次飞行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并准备在几个月后再次尝试 SpaceX的工程师认为 这次发射任人是成功的 并将为下一次审查数据 一位工程师说 星际飞船没有让人失望 而是以一个令人兴奋的测试结束 马斯克也祝贺了SpaceX团队 为未来的发射学到了很多 他说 祝贺SpaceX团队 完成了令人兴奋的 星际飞船测试发射 为几个月后的 下子测试发射 学到了很多东西 SpaceX强调了 从已坠毁或爆炸高中的测试中 收集数据的方法 称 今天对飞行器和地面系统 有了大量了解 这将有助于我们 改进未来的星际飞船飞行 那么 星际飞船将来会用来做什么呢? 星际飞船由飞行器 和超重型助推器组成 总高度约120米 飞船本身长度49米 助推器长70米 总重量为500万公斤 有33个发动机 推力为70兆牛顿 是目前最大 也是最强的火箭 在有效载荷方面 飞行器最终可以将 100至150吨的货物 运送到禁地轨道 它的设计目标是 有朝一日 每次发射 都能将大量的材料或人员 送落太空 马斯克建造这座飞船的 具体目标是 在2030年之前 将第一批宇航员 送往红色星球 火星 这是马斯克 让人类成为 多行星物种 愿景的一部分 首先是在火星上 建立人类殖民地 甚至达到建造城市的地步 而星际飞船的 长期目标则是 让它有可能将人类运送到更大的太阳系的目的地 包括木星或其他可能适合居住的星球 他们的想法是 如果地球上发生了全球性的末日 那么如果人类生活在太阳系的不同世界上 人类就会有更好的机会经历几次末日 当然 这是马斯克正在科学角度上的看法 我们不反对科学探索 但是 我们对科技能否拯救人类 还持保留态度 毕竟 人类并非是宇宙中的最高生命 人类自己 也几乎从来没有自己说了算过 马斯克希望 星际飞船 能够搭载多达100人 前往火星 这颗红色星球 距离地球是月球的250倍 单程大约需要9个月 马斯克和SpaceX公司 对星际飞船的许多细节首口如瓶 但这位亿问富翁此前曾说 希望在飞船前部的有效载荷区域 安装大约40个机舱 他说 如果你真的想让人挤进去 每个机舱可以容纳5、6个人 不过我认为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 每个机舱2到3个人 所以 名义上 每次飞往火星的航班 大约有100人 然而 火星表面 并不是目前星际飞船的唯一目的地 2021年4月 美国航空局 美国航空局NASA宣布 他已经选择了SpaceX的下一代飞行器 巨型月球推行器太空发射系统 执行他们的阿尔推米斯3号的登月计划 即在2025年之前 将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种送上月球 这听起来多少有点LGBTQ的味道 星际飞船的其他用途 还包括将卫星送入禁地轨道 并可能进行太空旅游 马斯克已经向日本的在线领袖亿万富翁 钱泽有座 承诺一次环绕月球之旅 去年年底 钱泽有座宣布 将有8名艺人和他一起参加这次月球之旅 计划在今年的某个时候 但是 由于星际飞船这次是非失败 这个日期可能要推迟 据估计 星际飞船项目的总开发成本 在2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之间 下面 我们来说说多猫腻投票系统 已获得天价赔偿 和解了对福克斯新闻母公司 福克斯公司的诽谤诉讼 2021年3月 多猫腻在特拉华州提起诉讼 指控福克斯新闻 在2020年大选期间 重复多猫腻系统的问题 损害了其名誉和商业利益 从而提起了16亿美元的诉讼 福克斯便称 多猫腻要求的16亿美元 损失赔偿过高 福克斯的节目并未損害其业务 4月18号星期二 福克斯在最后一刻 同意向多猫腻支付7.875亿美元 避免福克斯新闻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的报道 受到诽谤审判 至此 这场打了两年的官司宣告结束 然而 却留给了外界一大堆问题 首先 这场官司的最大受益者是谁呢? 2018年 在纽约斯木股权公司 斯坦普尔街资本 在投资多猫腻投票系统时 就预见到 如果这家公司的投票机出现故障 可能会带来潜在风险 多猫腻前高管埃里克·库默 曾经抨击这个系统说 我们的狗屎到处都是漏洞 但是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指控会来得这么快 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 有28个州在使用这个系统 当时 一些媒体报道 多猫腻系统 可以通过赫门连接上网 操纵了总统大选 多猫腻抓住了福克斯新闻 指责这个电视台 在有关大选的节目中 放大了选举欺诈 斯坦普尔街的联合创始人 胡坦·亚古·布扎德说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也不应该发生 为此 斯坦普尔街全力支持多猫腻打官司 新秀达成的7.87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对斯坦普尔街来说 无疑是一笔意外之财 这家公司通过两家私募股权基金 支付了3800万美元 获得了多猫腻的76%的股份 和解所得 在扣除律师费和税收之外 将有多猫腻的股东分享 其中包括大股东斯坦普尔街 以及持有股份的经理和员工 要知道 这7.875亿美元 相当于多猫腻年收入的失败 第二个问题 福克斯为什么认怂 福克斯新闻曾经表示 多猫腻的诉讼是一场寻求暴力的政治运动 其真正代价是 损害了美国第一修正案的权力 并组建了庞大的律师团队 许多法律观察人士认为 多猫腻虽然有一个强有力的立案 它被诽谤 但是面临着陪审团 不会判给大量损害赔偿的风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福克斯试图达成和解 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 管理着斯加斯木资金 9.56亿美元资产的斯坦普尔街 则拒绝和解 斯坦普尔街的老板 雅古·布扎德说 和解这个词 在多猫腻团队内部 就像一个骂人的词 为此 多猫腻也组建了20人的律师团 准备与福克斯死磕到底 和解后 多猫腻的首席执行官普洛斯 感谢了斯坦普尔街 称 该公司 无条件地支持我们 和我们的客户 雅古·布扎德说 多猫腻团队一直在施压 直到他们觉得 三个标准已经满足 揭露真相 建立万责制 并为所谓造成的损害 获得赔偿 很快 福克斯的老板莫多克就认怂了 在达成和解协议后 福克斯新闻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很高兴 与多猫腻达成了争端解决方案 我们承认法院的裁决 认为 有关多猫腻的某些主张 是虚假的 并意味深长地说 这项和解协议 反映了福克斯 对最高新闻标准的持续承诺 我们希望我们的决定 能够友好的解决 与多猫腻的争端 而不是通过一场分裂性的审判 让这个国家 从这些问题中走出来 我们不知道福克斯 为什么要和解 但是 我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来考虑 也许可以帮助找到真相 第一 法官站在了多猫腻一边 福克斯曾经变成 对选举操纵指控的报道本身 就具有新闻价值 受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对新闻自由的保障 但是 法官戴维斯 在上个月就驳回了这一乱点 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 福克斯 似乎在打一场没有胜算的法律战 第二 穆多克不想真正打官司 一方面 法庭文件显示 多猫腻律师 掌握了大量福克斯 内部人士的通讯 穆多克担心 如果继续打官司 势必会曝光福克斯 更多的内幕 观众可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 甚至抵制福克斯 事实上 2020年11月3号大选之夜 许多观众对福克斯感到非常不满 特别是在选举结果还没有出来时 就宣布拜登胜选 此后 福克斯几乎没有做太多的关于选举的报道 现在有人质疑 关于2020年大选 福克斯高层究竟说了什么可怕的话 不能让观众知道呢 而且 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 一些福克斯新闻主播 可能被迫在黄金时段到法庭作证 那么 这无意给福克斯新闻日益下降的收视率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 穆多克支持建制派 并不想让川普当选 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 如果围绕着多猫腻系统展开 可能将审计这个投票系统 有人估计 如果穆多克要求专家 对多猫腻系统进行审计 花费不会超过100万美元 不到和解金的700万分之一 如果借此揭开了投票系统的真相 可能有助于大家了解 美国大选的真相 甚至可能会支持川普 关于2020年大选的说法 显然 这不是穆多克希望看到的 相反 他选择了和解 让真相沉落大海 穆多克认诵后 多猫腻将继续对保守派媒体 Newsmax O.N.A.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 以及西德尼·鲍威尔和迈克林德尔提起诉讼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